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在半月13号 差不多5点左右的时间 V.4.19.0的版本更新 就有这样的一支情报啦 这支情报内 它的图案 物犯跟悟空 长得就是赛鲁片的 那个时期的物犯物犯嘛 所以现在网上其实也是蛮多人在讨论着 这一轮的全球活动会不会是他们啦 不过官方今年真的是会很 很会打这种障碍弹这样子的东西 一次出来骗人 所以就暂时啦 暂时我们先看看就好啦 呀 真的是让人在意啊 不管啦 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版本更新的内容吧 这一次主要的是有几项啦 就是任务 首先就是它这个任务画面的改善啦 它会改的比较简洁一点 嗯 讲简洁其实我是觉得还好耶 现在这样用着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简单了 不过它这个大概是有做分类啦 然后像是这个鸡牛战队啊 巴拿克小队这些 虽然说这边它是讲暂时只是4亿突发了啦 然后里面的奖励也只是4亿突发了 不过如果我是讲全部通关啊 完成喔 可以拿到这些奖励到也是不错 老界王啊 是非常实用的 哈哈 像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是打完了玩家来说 可能就可以直接额外的拿到 也算是非常不错啦 然后再来它的这个任务这边 会有更改的就是它的daily mission就是 每日任务啊 每日任务上面它会做一些改定 所以我是个人希望在每日任务上 那龙时可以固定一些啦 不要每次活动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这样子 如果是可以固定的话 那就会更好啦 要不然就是可能固定每个星期 有一个老界王可以拿 那就更好啦 哈哈 奢侈的要求啦 然后这边比较注意就是 在它的版本更新之前 如果是还没领起的那个美日任务啦 可能讲各天才 可能偶尔都是这样 早上八点嘛 可是每日任务 晚上日版这边啊 十一点它就已经是更新了 所以这边更新了 我们可以先领掉 然后之后它在版本更新过后又有新的任务这样 这边是我们可以赚一次这样子的感觉啦 哈哈 反正也不是太重要的东西 大概就是这个一样子 OK 接着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啦 不管是对新手还是对老手来说 就是当我们的那个ranking啊 就是那个等级升级时 体力恢复 以前不管你剩多少体力 然后你升级过后 那些旧的体力就会被崩掉啦 而这一边的话 它更改就是 我们的体力 比如说你原本有100 然后你现在还有80 你花了12体力就剩下60 68嘛 然后升级了 在往常的话 你就是恢复到100 然后就接着这样玩 可是这边的话你的62 会保留 额外增加100 这样子变成162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啦 尤其是对新手而言 大概就是看看它这边的那个解释 它从Lv1一次过升到Lv12 然后体力加11这样子 它11级的体力啊 所以它全部保留到完 然后就是可能初始28 可是它有274的体力伤 它会over它的体力伤线这样子 这个是非常好的改动啊 建成以后我们在练等级的时候 其实就可能不需要太过去盯着 体力剩多少 然后经验值差多少这样子 我们可以很顺顺的一路打过去就好了 升了就升了 像以前每次要升之前 我要各种计算 差多少啊 什么之类 什么时候该用BOOST 现在就不用了 到那边直接升就算了 影响就变成影响不大这样子 可以很好的去活用我们的时间 不用太过被绑着 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把它升上去 不然额外恢复出来的体力就浪费了 算是很好的改动啊 老实说 可以快一点 早点更新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可以省了很多啊 反正就是一个好的改动啊 这种东西 技能上面的东西官方那边 其实我相信应该是蛮多人就是报告上去啦 可是官方每次都不会一次过的就全部更新给我们啦 就是一点一点的丢出来 一点一点的丢出来 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好友系统嘛 我们需要多一个可以跟他讲 摆一个超一个极细的 不然冷门队长大部分 几乎啦 没什么能在摆 因为是要找冷门队长真的找到很辛苦 所以就希望可以多放一点这些 多一点队长得位啦 可能一超一击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超细的放一只极细的也放一只这样子 这样的话冷门队长 我们都放得下 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这样摆都OK 怎么样都好 这个就期望啦 期望他什么时候会出来 接着嘛就是 嗯 这个东西对于常玩的人 没有什么太重要啦 就是那个comeback技能吧 他就是login的画面 在comeback那个阶段的时候 他的画面改善 可是这个comeback来说 我也不知道大概要放多久 我们才可以拿到这个comeback 因为我从完开始 这个这个暴雷击战 我到现在我没有断过 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这个要断线多久 他才会进入这个comeback 我就不清楚啦 不过这边的图是 他这个comeback的login bonus 他就改成了这个悟空跟悟放 也就是上面这边我们看到的这张图 所以我怀疑官方只是为了 让这个图画好看一点罢了 所以就是打了这个 一个那种障碍弹这样子 给大家多作狭想 其实是没有什么用意的 哇 我们心甘情愿的去这样认为就好啦 OK接着就是那个comeback mission的时装 嗯 这个就是会有新的东西 新的龙丝可以拿啦 可是同样的 我也是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遇过 哈哈 嗯 老实说对常玩的玩家 是没有什么什么重要的东西啦 OK 然后这一次他也没有讲 他几时会更新啦 不过怎样都是会在全球活动之前 看怎样都是在19号之前吧 嗯 嗯 呀 这个 老实说 这两张图 这两张 这两个角色这样子的图案 很好看 如果真的是促成卡面 我也是 欣然的接受啦 拜拜悟空 然后 之暴过后 复活 变成交替悟犯 也是可以这样子出吧 呀 呀 而且啦 我们最近的活动啊 跟这个赛鲁片的 关系还蛮大的 像这一次的 北基达 4%北基达 就是赛鲁片里面的角色啦 够帅 哈哈哈 然后 嗯 极限jack的两位角色 新增的这个 4%特朗克斯 也是赛鲁片的 超级大特 再来嘛 这次的活动 这个pattern battle 也是刚刚好 在赛鲁片 各种赛鲁片的东西跳出来 也不怪得 大家都会去怀疑 这一轮是不是出赛鲁片啊 可是 可是可是 我个人嘛 我要坚定我的心 我要 我要那超帅的 超市双人融合啊 哈哈哈 哇 老实说 我们坚定也没有用啦 官方要推出什么就是什么 也就是 我们事前想象 这样子 嗯 然后 这个顶上嘛 就是 赛鲁片 距离是 距离是 就有点 还有什么东西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就是这样子 这一次的活动 这个更新 版本更新就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比较有用的 大概就是刚才说到的啦 这一个 这个体力回复 然后再来就是 每日任务这边 希望是 新增 有机会获得老界王 或者 就是 龙丝啊 可以常注意一点 哈哈哈 然后这个 画面 画面改善的话 不总会不会有新增的东西啦 希望是可以 让我们一次过 多获得一点点的 龙丝 OK 以上就是 版本 4.19.0的 版本更新啦 的 情报啦 就是这样子 哈哈哈 OK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下次见